早上好 欢迎回到4月17号的百个城报 我是威明 你认为西蒙政府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 首要任务应该是什么呢 这也是今天新报的头版新闻 根据分析和经济学家的意见 他们认为人民的生活费 改革体制以及竞选承诺 这三项应该摆在西蒙政府最优先处理的清单 接着喜欢透过社交媒体租民宿的朋友要注意了 今天每日新闻独家报道 一个横行大约三年的布法集团 利用社交媒体刊登别人的民宿 借此在短短数小时内练财高达1万令吉 相信这帮布法集团在过去三年内 总共搜刮了300万令吉 新海峡时报头版说的是 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巴沙将注入新生命 房屋及地方部长祖莱达宣布 拨款900万令吉 作为维修及提升太平两座大巴沙的用途 工程预料将在二至三年内完成 新州头版报道 滨州陆路交通局有23名执法人员 涉嫌每月向罗里公司 所汇1万至3万2000令吉 换取不取地为例的罗里司机 甚至泄露取地情报 如今他们一一遭到反贪会逮捕 如果你有关注我国股市的话 你会发现近来马股表现欠佳 昨天闭市时收报1629.46点 对于马股走势 彭博社报道指出 在全球股价齐齐上涨的情况之下 唯独马股反其道而行 是今年截至目前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 去年509大选之后 马股至今已经跌了14% 今年内跌幅达3.5% 而过往作为石油进出口国的大马 股市都会随着原油价格上涨而走高 不过这一成立已经在上周颠覆 当国际油价走高时 总指却出现2016年来的最低水平 市场专家还认为 这令人失望的情势可能会延续到明年 主要是因为未来12个月没有提振的因素 不过也有专家对马股保持综合评级 认为东铁重启和原产品价格回弹 有望激励股市 前首相纳吉昨天又在脸书发表长篇贴文 列出国阵和西蒙执政的差异 除了列举多项自己上任时所解决的课题 例如收购南北大道公司 推出一马原注金拉近贫富差距 让大马获得世界牛市长跑冠军头衔等等 他也表示 在他担任首相的9年期间 不曾责怪任何前任首相 更不会以童话故事宣传伎俩欺骗人民 但他现在有些后悔了 因为当时没有多花一些时间发表长篇大论 纠正西蒙的吹牛指责 那么今天的晨报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